獎項是什麼咧 這個是創意風格類 特別創意風格 就是不同的類型不同的面向 保證會讓你會心裡笑的這種 我們來看一下入圍的有 六指淵 六指淵的風格非常的可愛 都會跟她一隻鸚鵡一起對話 還有 有什麼方法可以因為我一個人的力量 讓更多人接觸到環保這個巨大的議題呢 像高物帶呢 穿鋸呢 那是塑膠吸管呢 壓力 我們現在在日本了 還有菜哥也來囉 什麼 跟她臉好痛喔 超痛的 這個超痛的 好 噢 噢 噢 好的 以上五位 六指淵 壓力十歲秀 金魚腦 蔡英哥 還有酷 讓我們來看看創意風格得獎的是 恭喜金魚腦 金魚腦 耶 我是愛唱歌 愛玩畫的金魚腦 哇 今天呢她這個裝扮也很特別喔 完全是 減速的 包括今天來的這個也是秉持她的原則 沒速就好 沒速就好啦 得獎就好 來 頒獎 好 要不要我先幫你拿這個 好 來 先拍照 一二三 好 那女神 我們借過一下女神 好 好 金魚腦 耶 給金魚腦一下麥克風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見到金魚腦本人耶 謝謝 嗨 妳好 女神可以一起來這邊 我們往前一點 讓大家看清楚你的容顏 你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金魚腦 然後我在這邊想要先謝謝我的粉絲們 對 那因為就是有他們每天一直幫我投票 一直幫我加油 我今天才可以站在這邊 那我有一小段得獎感言 可是因為我是金魚腦 所以記憶力比較不好 所以我想看一下小招 好 手機 妳要手機還是錢包 手機 手機 好 好 她今天有介紹她的穿搭 她是用環保的材質自己去做的 很厲害耶 這個也是耶 好 非常謝謝評審老師們的青睞跟肯定 然後謝謝你們給我這次的機會 那其實我自己平常就是一個 在講回收啊 在講垃圾的一個環保YouTuber 所以其實跟時尚可能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是就很開心可以有這次的機會 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環保議題 那想跟大家說我這次準備的服裝 就是有一個特別的巧思 對妳跟她介紹一下 來 好多東西 就是 這個 就是我自己的像我的晚宴包 然後還有我的戒指跟耳環還有項鍊 都是用回收材質去做成的 項鍊是吸管 對 項鍊是吸管 就是廢氣的吸管回收回來剪開 然後再去做成 耳環是 耳環是那個糖果的包裝 哇 好可愛喔 這些就是回收的這些包裝 都是跟粉絲們去募集的 那很謝謝他們就是都幫我收集 然後給我就是去做這個衣服 對 然後就是環保這件事情其實沒有很難 那希望就是在這個平台可以跟大家分享說 每個人可以從小事情開始做起 然後一起加油 好 然後想要偷偷分享 就是我今年年底的時候就是會出一張EP 然後 真的喔 偷分享 趕快趕快分享喔 不要偷偷了 都上來了 然後就是大家可以支持我這樣 然後很謝謝大家 好 謝謝金魚腦 其實她剛剛說分享 環保跟時尚沒有什麼關係 NO 現在最時尚就是做環保 對 真的 你去外面逛夜市 你拿出去一個環保餐具 就是時髦 對 對不對 我到現在還不太敢相信我站在這邊 你要相信還是我捏你一下 來 好像是真的 可以嗎 妖婷姐捏她 我沒有手 因為畢竟這個講蠻重的 好 來吧 你登場了 恭喜金魚腦 謝謝 恭喜你 耶 小心喔 謝謝 謝謝 謝謝